我今天要教大家 這個粽子料理 連屈原都會爬上來想要吃 再過幾天就是端午節啦 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一道 非常棒粽子的料理 這一道叫做焗烤粽子飯 今天有一個特別大來賓 就是我們 食尚瘋狂總部的 蕭梅仔 妳好 我今天有蕭梅仔 蕭梅仔 我今天要用這個南部粽 來做一道非常棒的一個料理 妳沒有看過的 前所未有的就對了 做焗烤飯 那我今天準備的這個粽子呢 那不管是柳部南部都可以要 都可以啊 那甜粽可以嗎 甜粽的話最好不要 好 因為鹹鹹鹹鹹 最好不要 我跟你講喔 今天的粽子呢 我要用的材料 很簡單你看到的 就是熱狗 小番茄 雞味粉 義大利粽的香料 起司絲啦 那有兩種顏色 對 為什麼 這個黃色的話 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比較濃郁一點 那另外一個呢 叫做青乳酪 所以呢 一個味道會比較鹹香 是是是 那一個味道就是比較奶香 還有妳有講不然 我以為是寶芝 所以我們兩個就把它 綜合在一起 好瞭解 味道呢 讓它平均跟綜合啦 來來來 給我一個碗好了 給我一個碗 可以不可以 感覺問題挺能放眼鏡 像我們再來一次 好 好 好 來 來 拿這個筷子呢 跟碗把它裝粽子起來 對 其實呢 不然呢 來 我們要來給它醒飯 醒飯 它是糯米飯的一種 那它可以給它醒飯一下 來就是要把 用這個筷子呢 稍微把它扒開 喔 要去扒馬殺幾下 對 把它扒開 然後把它平均一點 來文綺接下來 聽說 你有 好廚師的筆記症照對不對 好 待一時間 來 我們來溫習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 切個樂狗 基本上呢 要放在這裡面 對 要放在這裡面 希望讓它先有一點點口感 就先對半切 這個對半切跟口感有什麼差別嗎 沒有 因為如果你切得比較細 就切得太大 但你如果把它切成釘狀 對 可能就還不錯 有概念喔 接下來呢 好 基本上不要這樣 會不會再滑 就這樣把它撒上去 有一點那種稀釋的感覺 把它撒上去 我們要把它撒上一些起司絲 這樣子把它撒上去就好 其實要撒多少 就是把它鋪滿它整個這個 碗的那種直徑就OK了 對 這樣也可以喔 好軟 但是 都掉出來了 好 再麻煩你一下 小番茄 切片好嗎 切片 切片喔 對 切片 圓切片 圓切片 剛好師傅沒有教這個 拿過來 好 OK 我們就是把它這樣子做圓切片 圓切片 對 像我們在烤披薩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把它圓切片 一樣就把它貼在我們的這個碗裡面 家裡如果有微波爐或小烤箱都OK 像我們就只有一個微波爐 很簡單打開 打開 我們放進去微波爐之後 中火就OK了 然後兩分鐘的時間 真的滿快的耶 很快啊 你看我們就按開始 就OK了 好簡單喔 好簡單對不對 來 我們時間到了喔 好 撒上一點點的這個七味粉 好 我們一樣 撒上一點一大一種的香料 這樣就對了啦 其實呢 這一道菜呢 是 就這樣完成了耶 好簡單喔 這麼簡單啊 等一下… 我實在瘦不了了 來…瘦不了了喔 來 試試看… 我感太… Amazing 妳說什麼聽不懂 蛤 英文 英文喔 你是講英文啦 對… Amazing 對… Amazing 對… 沒錯 可是因為它又加上起司 它包覆著整個這個 糯米的感覺 好像媽媽包座小孩 還有安全感 滿滿的愛在裡面 沒錯 現在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就是也算是 學到一個創意料理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很棒 對不對 年輕的或是人 就是大家都學習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一定要學起來 OK 沒問題 雷神主廚用心來作戰 下次見囉 拜拜 端午節快樂 拜拜 每週四呢 晚上十點鐘 TVBS 42頻道 由我 張文綺 還有夢多 梁赫群 一起主持的 食尚玩家 瘋狂總部 Yeah 在這裡要跟大家說 TVBS56台健康2.0 全面升級囉 播出時段也增加到 每天下午2點都能看得到 我平常也會在節目跟大家分享 美味又健康的料理 更多資訊請歡迎 上健康2.0的粉絲團查詢 是的 每週四呢 晚上十點鐘 TVBS42頻道 由我還有夢多 還有小梁 還有梁赫群大哥 一起主持著 不 你要不要我對不起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